跌25点破月线 太阳能股产率 九合一大选只剩九个交易日 投资人多彩观望态度 台股量缩情况下 又逢护港通排挤海外资金 无力上攻 周二指数在五盘过后翻黑 中场小跌25点 收8859点 跌破月线8888点 整个现货市场的部分 看起来台积电是撑盘 可是包含了太阳能族群 低润族群 以及说一些比较二线的电子股 比较弱势 国泰金的部分业绩大好 可是也是下跌 所以对于说整个指数的 推升力道来讲的话 就是比较有限 甚至有被拖累的这个现象 律经 国硕 绿能 嘉金 易通等太阳能股打到跌停 传产股的核泰车 巨大 宝城 宝雅 台数化 整理市场上扬 整理市场的一个资金 因为这个护港通的 资金排挤的这个效益 仍然可能还是在 做一个发酵当中 所以对于说 明天台子期这个结算的部分 我想投资朋友 还是抱持一个 比较审慎盈盈的态度 来去做一个策略上的应用 动新闻综合报导